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聽上亞實況 好久不見的感覺啦 上亞跑去綠島玩了 OK 那我們繼續破這個地方吧 呃...好 OK 那就是鮮紅的染料 然後 他說的小小姐啊 應該就是傑西卡沒有錯了我在想 所以說傑西卡的頭髮是紫色的 也就是說紅色加藍色才會變成紫色 我染 是你吧 死小玄彎喔 呵呵 選這個啊 也不知道對不對 應該是對的啦 大概 小鑰匙 然後再把它拿起來 嗯... 然後... 把小熊放上去 這樣對嗎 是這個顏色 就是這個 是你對吧小小姐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們不會不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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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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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喔 老公 不是 我怎麼可以 我是個正解時空主 不知道你赫魯對我做了什麼 但現在是會覺得腳好多了 至少我能站起來了 謝謝 你的配上用場就好 朵妮現在能走了吧 雖然會痛 但是走慢一點應該沒有關係 嗯 朵妮的腳會很快倒好起來的 這個魔法很管用喔 對了 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你不是在 啊 這個啊 我也說不清楚啦 看我那幅畫說 會不由自主的被吸引 越看越覺得 畫上的肖像很像一個認識的人 然後我發現 終於變成了一座迷宮 我到處走 但是到處都是那幅畫 還好啦 最後花了大力氣 打破了畫的幻術 好不容易逃脫的那幅畫 順帶的 也找到了 下來這邊的鑰匙呢 唉唷 誤會你了 我還以為你就在那邊發呆 丟著我們不管 原來你也陷入幻術 好吧 至少我們還算是實體的 我們這邊還好一點 原來困住尼克魯的東西 是那幅畫 可是 為什麼我沒有事呢 醒來後就感覺到了怨靈的氣息 沒想到這裡真的有怨靈 這種情況你又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沒想到他們在這裡找到你 那 腳沒問題吧 多零 現在我們得快點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您太危險了 聊著聊著 腳似乎沒有覺得很痛 走路的話是沒有問題 來 我扶著你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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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有別 謝謝 咳 真的走得好慢喔 這裡太慢了吧 按Shift可以快一點點 可是 果然還是很慢 喔 尼赫魯 你如果可以扶著我的話就好了 你如果可以扶著我的話就好了 咳 為什麼只有這個席了 我身上有什麼可以用的嗎 No 好吧 為什麼只有那個席了 這裡是哪裡 不要丟下我 小小姐 小小姐 真的很好 真的 哼 你 兔子 你 年輕 不 非常 確實 你 很 嘿嘿 接下來可以繼續古宅探險了 不是你說要趕快出去的嗎 一瞬間 這個尼赫魯 這個尼赫魯沒問題嗎 我幫你接完後面的話 這個到底有什麼作用啊 搞不懂 好吧 我們現在得到了一個 小鑰匙 也不知道那個小鑰匙能開啟什麼東西 呃 小鑰匙 哦 應該是這個吧 先存個檔 這副寫日本人的話 哦 不是這個 OK 嗯 剛才有哪裡需要開的嗎 精緻的鑰匙 這裡應該 哦 還能過去 哦 熊還在 我可以過去看他嗎 他會不會突然 做掉我 上面似乎沾滿了灰塵 嗯 跑步 說起來那個那個是女 哇 我居然忘記了 我居然忘記那個 可惡沒贏了 這股 打從心裡的 打從心裡的煩躁感是怎麼回事 好煩喔 我明明死在他手上過啊 這 這裡 看一下 欸 尼赫魯 是男人就幫我推開啊 這裡呢 哦 直接開了耶 欸 這房間好漂亮喔 一個老舊的櫃子 普通的書 普通的書 欸 找一下 嘻 多少就輸了 就算放了一些禮物盒 可惡 感覺很麻煩 好煩喔 禮物盒 禮物盒 好吧 這次沒有贏我了 視頻和鑰匙 記事本 似乎是一本家的標籤日記 裡面的內容很清晰 呃 欸 父親的苦惱 C934 秋86日 請 年初剛進入我們鎮的那個教會組織 一直在找我們家麻煩 今天早上 他們的大祭司早上家裡來了 父親很客氣的接待了他們 要知道在以前 在這裡資深事端的組織 父親都是舉兵驅逐的 今天父親接見他們 真是不可思議 我躲在父親的會客廳 樓梯間 偷偷聽著他們的談話 對了 聽到那些所謂的教徒說的話 我差點忍不住跑出去 給他們幾個耳光 特別是那個唐人皇 就是坐在上座的大祭司 父親放下領主的威言 跟他們平座而談 是何等榮幸 他們卻填不知耻地說 要討伐父親 廢除領主 重恥辱我忍不住了 剛要跑出去指著他們的臉 罵一頓 管家約瑟夫拉住了我 我閉起眼睛對我搖 他閉起眼睛對我搖了搖頭 我知道 這是父親交代的 我一肚子的氣 我不知道父親如何忍下來的 像這樣一批小丑 直接以判斷罪處理絞行就是 為什麼要讓他們 践踏我們的榮譽 晚上 他們總算走了 我走進父親的房 書房問他 而他給我的答案 令我目瞪口呆 我們偉大的帝國淪陷了 是的 只有這些小丑所在的組織 一個名為聖廷的教會組織 推翻了我們的帝國 我不敢相信 可 這是真的 父親桌子上 是他在帝都的心腹送來的秘信 帝都已經淪陷 他是勸父親 棄成奔逃的 我半想沒能說得出一句話 父親卻說 他卻跟我說 這意料之中的事情 帝國已經腐朽殆盡了 聖廷人心所向 這個結果是必然的 父親同意他們的處置 放逐 可父親並不擔心自己的下場 而是為家裡的傭人們發愁 為我跟妹妹發愁 他擔心我們以後的生活 喔 所以這個 這個房間是 克里斯蒂娜 大人 的房間 不自覺要加一下大人 我知道這是父親的一貫作風 他對所有人都很好 不管是我們還是家裡的傭人 還是 或者是這裡面的人民 甚至是遭 御戰的 俘虜 他都是一貫的好脾氣 父親啊 也請你為自己想一次吧 你才是最需要關心的人啊 欸 唉唷 我又按道理了 啊 克里斯蒂娜 大人 感覺他就是普通的 普通的千金小姐啊 怎麼會無端面的魔女 嗯 嗯 好 然後是 他 嗯 春六日櫻 木鏡般的一天 我想 我相信一見鍾情了 他 不管他是誰 我知道我愛上他了 欸唷 克里斯蒂娜 大人 你愛上了誰 跟往日一樣 我今天到街上走走 環境最近 痾 環境最近鬱悶 煩悶的心情 我沒想到的是 教會的那些人渣 居然是若是喪心病狂 在做木葵葵的大街上 叫我綁架到野外去 他們隱邪的笑聲 和對話 讓我既害怕又噁心 那般不堪入我的對話 現在想起來依然那麼閒樂 我不知道父親會不會知道這件事 會不會來救我 可轉念一下 要是父親來救我的話 不是等同於 和教會撕破臉宣戰了嗎 我怕 怕父親打至場B戰的戰鬥 也怕自己現在的遭遇 我被對到一片荒蕪的荒地 這是他們的一個小小的據點 是一個荒廢棄的村子 代表他們修建之後 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據點 他們把我領到一間相對高級的屋子裡 在裡面的是一個 穿著大祭司長寶的傢伙 我知道 他不是我們鎮裡面的那個祭司 他剛要開口說點什麼 我眼前一陣黑霧吸來 不 不只我 大廳裡所有人都被遮擋了視線 但這陣黑霧並不持久 每一會兒就散了 但 大廳中 中央多了一個穿黑衣的青年 喔 他顯得很突兀 皮膚是病態的蒼白色 頭髮是扮著紫色光澤的黑色 最顯眼的 殺手裡的大鐮刀 黑色的大鐮刀 這...這不是黑衣特大人嗎 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對於他的形象 我都只看到一瞬 而接下來的 整個大廳 不 是整個據點的殘叫函 好 接著我眼前一花 當我再次能看清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並肩站在村子的鐘塔頂上了 唉呦 英雄救美耶 莫名其妙的我沒覺得害怕 我覺得眼前的這個人 他很安全 覺得他能給我一種心安的感覺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來的 我知道我回來的時候 剛好碰上孤生要去大教堂的父親 父親他 即使在這種時刻也不忍連累任何人啊 他 那個救了我的男人 名文黑衣特 他跟我說 他是死神 一個被詛咒的人 是帶給這個世界災難的人 他說救我只是順手 那些人前不久冒犯了他的底線 他的底線 即使他沒明說 但我知道 那是另一個女孩 我本來 就不會有這樣的幻想吧 或許 將此這份愛 埋葬心裡就好了吧 嗯 就這樣了 唉呦 所以這個真的是克里斯蒂娜的嗎 這麼想起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幽遠前的記憶 那個 尼赫魯跟克里斯蒂娜 第一次的 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他們是 都是沒有真面目的事 然後就在魔女小屋外面談話的那一次 然後 尼赫魯當時就很冷的跟克里斯蒂娜說 什麼 那個人他是不會來的 這麼說起來 克里斯蒂娜 他其實是 喜歡 黑伊特 唉呦 教會的蟹魄 果然 上次的事情是教會的手 手筆 藉此挑起師端 討伐父親 討伐領主 雖然他們是本意讓父親領兵 跟教會宣戰的 沒想到被黑伊特插手了 不過對於他們來說沒關係 這項罪名 也算到父親頭上去了 和教會的決戰是在兩天後 家裡的庸人衛兵全都被父親遣散了 誓死不走的 最後也被遣走了 父親留下了約瑟夫管家 說是另有安排 說起來 好久沒見到約瑟夫管家的小女人艾米了 她似乎已經被送回家鄉了 現在家裡已經空蕩蕩 父親已經是不生意人 艾米應該是 艾米會不會就是那個調 調顏料的 調顏料的女 呃 其實我倒是還不太確定那個 那個仆人到底是女仆還是男仆 我想應該就是她了吧 艾米 下午跟約瑟夫管家在會議室裡 似乎談著什麼 我無法得知 父親討厭我們靠近會議室 直到傍晚 父親神色凌重的看了我跟妹妹一眼 之後他拍了拍管家的肩膀 獨自一人關在了會議室裡 吃過晚飯 半天不借的管家來找我跟妹妹 說是要帶我們去見父親 我們沒有懷疑他 他說的話基本等於父親說的 穿好外衣外出的裝束之後管家帶著我們來到家裡的地下室 我沒想到地下室裡還有這麼一條暗道 裡面就跟迷宮一樣 沒有管家在牽頭領路的話我們根本走不出去 通過了暗道我們來到了一個小島 一個我從沒來過的小島 這裡太美了 我甚至忘了管家是帶我們來見父親的 跟妹妹在島上的草坪上追著螢火蟲 也因此我們錯過了唯一一次離開的機會 管家他不知何時往回 走他把回去的石門鎖死了 我們是在他走了很久之後才發現這件事 當時我就已經知道父親他 不用我們陪了他死 我們在島上找到了一間屋子 很歉意的屋子 屋子裡有很多儲備食物 也安置了足夠的家具 我在桌子上發現了一封信 是父親留給我們的 他讓我們留在島上等 等他的朋友來接我們 這份深沉的愛 我們永遠也無法報答吧 哇喔 一個秘魯 大丈夫 什麼都不可以 OK 欸 喔 這 這怎麼回事 這怎麼回事 這個這個不是曬雅的影響 這是遊戲的影響 飾品盒 喔 咳 飾品盒裡面的飾品已經被破壞了 找一下 白色珠子 普通的書 喔 9點 上面的9是藍色的 喔 找到了 喔原來不是灰色是藍色 OK 看一下 白色珠子 9 是藍色的 紅色的是什麼數字啊 我突然想不起來 回去看一下 嗯 這個方向吧 9跟 看一下 9跟23 欸 好像不是這裡 下面 23 23 乘9 嗯 哇 存個檔 23 乘9 3 9 3 27 2 嗯 9 2 18 19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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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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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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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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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二禁衛房還是什麼東西的吧 我也不需要理解 这 这这这 现在路灯也不在 我要怎么办 我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 视频盒已经开过了 他怎么还在啊 秤剑 感觉秤剑应该是跟那个 是陈列室都 看错了 还有有门 可以把你剖开吗 自从玩了魔女支架之后 我看到好多东西都想要剖开他们 好吧 剖不开啊 珠子珠子 珠子 珠子 哦 我正在想 有什么地方是需要珠子的吗 这里呢 下面应该不用再去了吧 这里 好像也没有什么 果然就只剩下陈列室了吗 哎 好吧 那反正正话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解咯 下 让我逃避一回合 哎 数学啊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感谢你的正话的收看 拜拜 拜拜